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四月的時候我去日本 除了去京都 我還去了內娘 親親小鹿 不過在去內娘之前 我去了知賀縣的一個神社 我們來到近江神宮 什麼近江神宮 我們來到近江神宮 終於可以感受走樓梯在那一刻 信到感受走樓梯這一刻 讓我講一下為什麼我來這裡 其實就是一套漫畫 就是這套花牌情緣 花牌情緣是用歌牌這個紙牌遊戲做主題 講述三個主角為了得到歌牌界最高榮譽而奮鬥的故事 其實我平時都不會看這類漫畫 但不知為什麼今次好像著魔一樣追看 追追追追追到這個地方 這裡就是近江神宮 在花牌競技來說是一個非常神聖的地方 只有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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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主角千祖第一次來到近江神宮 那個場面非常震撼 我自己就很想親身體驗一下 是不是很變態呢?我就是了 但我就是這樣 如果我喜歡這件事,就會很想去尋根究底 像漫畫一樣,就會把自己當作主角 親身體驗他所有的東西 如果你們看完這套花牌情緣都愛上他的話 就一定要像我這樣來到近江神宮 參觀完近江神宮,就已經沒了大半天了 但我還未親親小鹿 今次就選擇去東大寺附近看鹿仔 這個男生的行為真的太討厭了 連我男朋友也忍著要出聲 很可憐 繞了個圈,在附近的店買了鹿餅 開開心心準備去餵鹿 我聽過很多朋友都說,鹿仔很可愛的 我都覺得他們很可愛的 曾經 哇,群情洶湧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害怕 我很認真地說 當鹿仔嗅到鹿餅味 就好像巨人看到人一樣 小鹿都變成進擊的巨鹿 搞搞下就已經晚上 話說我除了早上的酒店早餐 就什麼都沒吃過了 來到內涼,沒理由不吃這裡的特產 似葉壽司 在東達芝附近 就是一間叫中谷本舖的似葉壽司店 我們買了一盒來試 雖然說特產的口味未必人人都對 但人一世物一世都要試一下 今集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多謝你們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個like我 好了 我們下一站 博多鹿兒都再見 Bye